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 老年人体力不足的短板不太明显 另一方面 虽然体力不如年轻人 但老年人的经验 知识往往远胜于年轻人 反而有宝贵的价值 这是农耕社会普遍尊老敬老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 尊老敬老还有更内在 更深刻的作用和意义 对定居人权来说 组织 协调 优化人际关系特别重要 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 抬头不见低头见 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纠葛 难分彼此 如果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日子怎能过好 而老年人的存在 对维持家族 孙舍的和系关系特别重要 贾母活着 虽然干不了什么活 还得找人伺候他 但大家就觉得主心骨还在 彼此之间有个面子 家族可以维持 他老人家一死就有树倒胡孙散之感 离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就不远了 游牧人群可没这个需求 草原地区单位面积能养活的和牲畜数量和人口都不多 日子过不好 大家必须各自分头去想办法 日子过好了 羊群帆也多了 潮出草场承受能力 还是得各自散开 总之不能长期生活在一起 必须分散居住 还走来走去每个准谱 这样一来 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老年人还有什么用 当然现实世界中 农耕社会也有不孝之子 游牧民族也有天伦之乐 区别在于伦理道德层面 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整齐化一 但伦理道德层面的区别恰恰很重要 这是社会根本性质和生活方式不同的表现 中国古人早已意识到了 这两种社会根本性质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将其分别概括为居国和行国 两种社会两种生活方式 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两套伦理道德 以孝之天下还是贵状贱老 只不过是众多差别之一而已 有人可能会认为 这种居和行的差别 只存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 到了现代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达 各种物资都产能过剩 人们也都纷纷营养过剩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定居下来了 很少有人在竹水草而居了 贵状贱老应该从此消失了吧 可惜没有 贵状贱老的观念 以另一种思维路径 顽强地存在于现代社会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 西方国家的应对中 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无法接受的做法之一就是 公然宣布和实施贵状贱老 如果医疗资源紧张 一定要选择 那就放弃只要老年人 优先救治年轻人 一些身名大义的西方老年人 已主动提出 不用管我 我来掩护 你们先撤 当然 这不是说西方社会 正在系统性地消灭老年人 现实没那么残酷 重要的还是在观念层面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即使逃荒 也是要扶老邪幼一起走 甚至要优先照顾老幼妇孺 我不敢说 中国人在现实中 肯定没有贵状贱老的行为 但至少没人敢公开号召 和提倡这种做法 这次抗疫行动中 在早期 中国也曾经面临 地道资源紧张的情况 但从没听说过 有人主张 放弃就是老年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上的差别 为什么在富裕的当代西方社会 人们会在内心身处 嫌弃老年人 甚至老年人自己也自然没用 前面说了 在定居的生活方式中 组织 维持和优化人际关系很重要 甚至至关重要 所以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 身份很重要 你是谁 远比你做了什么 更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 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 和角色是什么 最重要 这其中隐含的要求是 个人要安分守己 各己其责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而不要老是想着挑战秩序 改变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皇帝就要像皇帝的样子 大臣要像大臣的样子 父亲做事就要像个父亲 儿子就按照儿子的社会规范去生活 大家都要克己复利 谁也不要乱来 这样社会才能和谐有序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 正是要改变 甚至推翻这套规矩 在现代性的观念中 你做了什么才重要 你是谁不重要 你的社会地位 比如出身和血统 不应该成为 束缚个人努力的障碍 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社会桎 实现个人的彻底自由 这种现代性显然可以大大激发美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果然短时间内 西方人创造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裕 但甘蔗没有两头田的 凡事有一粒就有一臂 个体因为身份被限定在人际关系网中 这虽然会束缚人们的努力 但也能给人提供的稳定可靠的安全感 俗话说 打断骨头连着筋或者血浓于水 意思是说 血缘关系不会因为一些矛盾纠纷 就被否定和颠覆 妈妈和女儿不管怎么吵架 事后也能心无芥蒂和好如初 婆婆和儿媳如果大吵一架 再想恢复到从前可就难了 这就是因为母女的身份和彼此关系是不可改变的 而婆婆和儿媳则完全可能变成路人 不可改变的关系才能带来安全感 可改变的关系 不固定的身份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要持续努力 持续证明自己至死方求 想不被公司辞退 就要努力工作 并且一直努力工作 你是某公司的员工 这是个身份 但不是固定的身份 没人能保证你一直是 这就给个人带来持续的焦虑感和紧张感 这正是现代性的负面效果之一 空前的繁荣和富裕并非毫无代价 甚至可说代价高傲 在这种持续的焦虑和紧张之中 老之将至是个永恒的噩梦 人老了 你虽然有一大堆身份 公司元老 自身员工 老干部 老同志 老顾客 自身合伙人 但都没用 你必须继续证明自己对社会有用 只有这样 你才在社会中有位置 而在新冠肺炎爆发这种危急罐头 甚至将直接决定 你是活下去 还是被放弃而默默死去 问题就在于 人老了 体力 智力 精力 必然退化 继续证明自己有用 谈何容易 所以在现代社会 老人是个人人必知 唯恐不及的城湖 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有得罪人的风险 大家都希望自己最好永远不老 年轻或者装年轻 才是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而在传统社会中 心里是相反的 在一个身份特别重要的社会里 尽快取得那个身份 才是明智之举 获得了那个身份 才能拥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 可以享尽安全和被人尊重 多年媳妇 熬成婆 这个传统社会 可不是专指中国 全世界都是如此 紫维格在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就写道 一战以前 欧洲那个暗部旧班 秩序井然的古典社会中 人们都是极力壮老的 在他们40岁的时候 就都已经成了大富翩翩 气派非凡的男子 他们举步缓慢 谈吐斯文 谈话时 抚摸着自己 保养得很好的 常常已经是灰白的胡子 一个稳重的男子 要有意识地 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 不太得体的举止 和自负的神气 时过境迁 此为格西目中的 昨日的世界已经远去 现在的人 不但不会装老 还会极力避免逃避和抗拒变老 游牧民族虽然被边缘化了 但他们贵壮健老的观念 却正在驻散社会 游牧社会 行国的种种心理特质 借助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这些新概念 重返人间 现在我们都是匈奴人 据说 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尽量彻底的个人自由 人际关系 人情往来 都是有害的 至少是多余的 一个纯粹的人 既不需要家人 也不需要不可摆脱的朋友 既不需要结婚 更不需要生育后代 家庭是过时的 应该被尽快淘汰的 就是会参与 人文只应该 根据兴趣和爱好 自由组合 当然 也必须有权 随时说拜拜 所谓自由 就是要尽可能摆脱所有责任 毫无牵挂的 享受快乐人生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如果不肯努力 整合社会 协调和优化人际关系 社会的组织性和整体性 当然就会相应降低和削弱 这才是人类社会 最大的倒退和衰落 居国和行国的对立和斗争 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 事实上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 正是居行两种社会观念 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 在当代社会的延续 在中国历史上 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 产斗了两三千年 未来这种产斗 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下去